1975年開業的新梨欄 賣的水果日本貨佔三成 不漂亮都不入貨 今天為大家帶來了幾款最當造的日本水果 我們會有山梨縣的桂陽梨 我們會有山梨縣的香印 我們亦都有江山的Pione蹄子 我們亦還有現在最當造的 有山梨的水蜜桃 還有北海道的植漿蜜框 還有一款有些人以為它是蔬菜 其實它都是水果 就是靜岡縣的高糖度蕃茄 究竟要怎樣選擇蹄子呢 其實我們選擇蹄子 無論你選擇紅蹄也好 黑蹄也好 青蹄也好 其實它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最少每一粒都要很圓潤 它的枝框要很綠 很粗壯 那就代表它是新鮮 如果每一粒的話 它略略有少許粉殼 粉殼的話 即是帶少許白色的話更加好 它為何會有粉殼呢 我們所說其實這一種叫做結糖的效果 只要是一個溫差很大的地方 例如日本那樣 它日夜的溫差很大 會令到它水果裡面的糖度 會結到一個很高的糖度 所以如果譬如你說 我香港種種了蹄子 香港一樣種了蹄子 但是香港你知道 日頭和夜晚都是這麼熱 所以它種出來的話 效果也不會有日本那麼理想 日本生果是怎樣分等級的呢 岸色澤、蟲梁和大小兒分級 分別是赤瘦、青瘦和黑瘦 想吃漂亮的水果 就要認住最高級的赤瘦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翔